第七集,姚志明对麦成欢刮目相看 姚志明请陈淑珍去兴安里吃早饭 陈淑珍很开心 姚志明趁机提出他和麦成欢一起帮陈淑珍打理兴安里的生意 陈淑珍找各种借口推诿 姚志明就劝陈淑珍买保险 刘婉玉从养老院工作人员口中得知 姚志明把陈淑珍接出来 直接赶奔酒店去找人 进门听到姚志明的一番话 他认定姚志明想骗陈淑珍的钱财 不容分说就冲进去狂打姚志明 事后才知道姚志明是陈淑珍前夫儿子的儿子 也就是他的亲孙子 麦成欢文讯赶来养老院 他简单了解事情原委 连连替刘婉玉向姚志明赔礼道歉 刘婉玉得知姚志明是麦成欢的上司 硬着头皮向他认错 刘婉玉说明来意 想让陈淑珍出钱给麦成欢添置嫁妆 以免新家人看不起他们 麦成欢拼命反对 还埋怨刘婉玉不该向陈淑珍开口 他宁可不结婚也不向新家人妥协 陈淑珍把麦成欢叫到一边 征求他对这门婚事的想法 麦成欢就把新家力对他们全家的侮辱与嘲讽说出来 麦成欢想用自己的努力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不想靠婚姻改变命运 陈淑珍把祖传的翡翠手串送给麦成欢 劝他慎重考虑这门婚事 刘婉玉怀疑姚志明人品不正 姚志明也不解释 还故意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刘婉玉狠狠鼠罗他一顿 就带着麦成欢回家了 麦来天得知刘婉玉去找陈淑珍借钱 忍不住埋怨他一顿 姚志明知道陈淑珍不缺钱 还是给他一张银行卡应急 陈淑珍叮嘱姚志明多多关照麦成欢 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 麦成欢也不能为 他经过慎重考虑 决定和新家量分手 他把那枚戒指放到盒子里 朱正借口家里有急事 让麦成欢去给楼下开会的姚志明送文件 麦成欢什么都没想就下楼了 他远远看到客户因为预定的房间出问题 正和总台服务员大吵大闹 麦成欢急忙过去安抚客户 送给他一个果盘消消气 然后和总台协调房间的安排 可酒店最近有会议 房间已经客满 麦成欢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转身看到姚志明 拜托姚志明把行政套房让出来给客户 姚志明满口答应 客户在官网写了一篇感谢麦成欢的文章 朱正对麦成欢赞不绝口 麦成欢请姚志明喝咖啡表示感谢 姚志明让麦成欢周末陪他去看陈书珍 麦成欢满口答应 他经常去看陈书珍 姚志明很好奇 麦成欢和陈书珍没有血缘关系 为何对陈书珍那么好 麦成欢早已经把陈书珍当成亲奶奶 还和姚志明约好以后经常去养老院 刘婉玉备了后礼 让麦来天去找新智山 探探他对孩子们婚事的想法 麦来天被逼无奈只好前往 他事先没有预约 被前台服务员拦在门外 新智山带着秘书去见姚志明 麦来天自我介绍现在是姚志明的司机 他主动开车送新智山他们去见姚志明 趁机向新智山打听他对这门婚事的想法 新智山听说他和姚志明是亲戚 想利用这门婚事拿下酒店的这次招标 新智山回家和妻子陈德经讲明利害关系 先让麦成欢和新家亮订婚 麦成早来方元律所报道 学长安排他做刘律师的助理 刘律师对麦成早的学校和学历都很不屑 还当众耻笑他 麦成早很尴尬 陈德经悄悄跟着刘婉玉来到菜市场 主动和他打招呼 还跟着他回家学习做辣酱 陈德经向他赔礼道歉 拼命讨好他 陈德经拜托刘婉玉帮忙在姚志明面前说好话 让姚志明把酒店招标交给他们家 刘婉玉不懂生意上的事 想和麦来天商量一下 请不吝点赞订阅 ė67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